今天由我给大家带来一堂课 那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大家看到大屏幕 会感觉到很奇怪 屏幕上一首诗 是不是讲诗歌呢 大家别急 我们先把这首诗赏戏一遍 这是一首曹植的七部诗 我们都知道曹植才华横映 深受曹操的喜爱 在曹拼获得王位之后 他一直担心曹植会篡夺他的王位 于是想方设法的去刁难曹植 于是就给他出了一个难题 叫他在七部之内做一首诗 做一首与兄弟相关的一首诗 但在诗里面不能出现兄弟二字 于是曹植就写下了这首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七部诗 祖斗持作根 路书以为之 齐在府下然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首诗里面出现了 豆 出现了齐 曹植就是以这两个事物 来预制呢 兄弟 说煮豆要做成豆根 然后把豆汁呢 全部给过滤掉 就剩下了根汤了 你的齐在锅下燃烧 在阻止我 那我呢 豆呢 只能够在锅中哭泣 我们两个人 本来都是同根生存的 意思说 我们是同胞兄弟 你为什么把我逼得这么急呢 所以在这首诗里面 曹植就以斗其 欲制兄弟 表达了对曹批的强烈的不满 你曹批苦苦相逼 你是在兄弟相残呢 好 这是曹植的七部诗 郭沫若先生 他根据这首七部诗 网写了一首诗 叫凡七部诗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凡七部诗 郭沫若 主斗燃斗齐 斗手齐以挥 守者齐上针 挥作田中肥 为同根生 冤河甘自毁 这首诗 同样的 用了斗 用了齐 那他表达的 是不是兄弟相残呢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煮豆 烧的是齐 你豆子被煮熟了 被端上 餐桌上 得到别人的珍视 而我 却变成了灰 我变成灰之后 却成了田中的肥料 再也不存在了 不为同根生 假如不是同根生存的话 冤河甘自毁 我为什么要毁掉自己 来成就你豆呢 所以这首诗 他再也不是兄弟相残了 而是指 我齐 化成了灰烬 成了肥料 就是为了成就你这个豆 所以这个表达的就是一种 成就别人 而甘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郭摩洛先生 根据曹子的七部诗 写成反七部诗 这在我们写着手法里面 称之为什么呢 就是防写 那么今天我们这档课 要学的就是 学习防写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明确一下学习目标 一初步领会形同审视的防写要求 二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养成读写结合的良好习惯 提高写作水平 那么他的教学重难点 就是我们目标里面的第二第三点 同学们 尤为哲伦说得很好 防写是写作的开始 是观察的基础 是酝酿的动力 是想象的源泉 是积累的呈现 也是创新的展示 那到底什么是防写呢 防写是模仿泛文练习作文 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方式 防写要求学生在理解把握 泛文的中心思想和写作方法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事物的认识 写出在形式上与泛文相似又具有个性的作文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红字部分 理解把握好泛文 一定要理解把握好 而创作出来的跟泛文有相似之处 但是更多的是呈现自己的个性 防写训练要与阅读教学有机结合 学生从泛文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知识 机表的方法都可在防写练习中加以运用 注意一下防写不是机械的模仿 更不是抄袭 仿作中既要借鉴泛文的写法 又要发挥独创精神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创新精神 大家明确了吗 大家再看一看 既然我们课文当中有很多经典的文章 可供我们去防写 下面呢 我们就一篇文章来防写一下 这段文字大家应该很熟悉 春 这它的开头部分 以及小草图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静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 水涨起来了 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的从土里砖出来 嫩嫩的 绿绿的 园子里 田野里 瞧去一大片一大片 满室的 坐着 躺着 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 晒几趟跑 捉几回迷藏 风轻悄悄的 草软绵绵的 好 这是描写春天的 写的很美 大地复苏 那么假如这时候 老师要求你 仿照这个部分 来描绘秋天的景致 你会怎么去写呢 大家先放到头脑里 思考一下 好 我们 提示一下 你先来看一看 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用 盼望着盼望着 秋风来了 他春天的脚不尽了 我们能不能够说 秋天的脚不尽了 这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春天像刚睡醒的样子 因为他刚刚经历了盐冬 我们可以这样说 刚刚睡醒的样子 那么秋天 我们能不能够也用 像刚睡醒的样子呢 好 他下面选的是山 水 太阳 那么秋天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写这些东西呢 他下面写了小草 那么秋天的小草是怎样的呢 春天是嫩嫩的 绿绿的 秋天的小草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篇范文 看一下他是怎么写的 大家对照一下 盼望着盼望着 随着成群大雁的南飞 秋天的脚不尽了 好 大家看一看 盼望着盼望着是一样的 秋天的脚不尽了 他跟前面的就是换了一个词语 一个春天 一个秋天 那么他并没有说秋风来了 而是说随着成群的大雁的南飞 那么这个跟前面就有所不同了 这就有创新部分在这里 他是一切刚睡醒的样子 他这里是阳光灿烂的样子 他有山水太阳 而这里有果子秋虫天气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景物 好 春天的小草是嫩嫩的绿绿的 那秋天的小草呢 他说成的是像老年人 无精打采的垂下了头 后面的田野里园子里 我们看到都是一样的 那么他那里有坐着躺着的 打两个滚的 在其他跑的 这里有打太极拳的 有下象棋的 有踢箭子的 看看 这两篇文章 两个段落 他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这就入了前面的概念里面 所说的相似 而具有自己的个性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春的结尾部分 我们把它一起对照一下 看秋的结尾部分 那自己看一看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 他这里是像一个成熟的女人 他从头到头都是新的 他生长着 而这里他是让农民收获丰富 他这里有春天像小姑娘 他这里秋天像一个耐心的老伯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和秋天像一个不屈的斗士 修饰手法是一样的 都有排比 都有比喻 但是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写作对象 他的预体就不一样 都各自有自己的特点 就说防写不是抄写 好 大家再认真比对一下 好 我们通过这两段文字 一起来看一看了 防写的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去防写 文章当中的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 要模仿篇章结构 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结构 结构方式有很多的不同 那么大家可以在头脑里想一想 有哪些篇章结构了 比如说我们设系里面的 他就按照 看戏前 看戏中 看戏后的设计去写的 那这样的就显得非常的条理 所以说在模仿篇章结构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去模仿 文章的开头结尾 以及他整体的篇章结构 好 这是第一个需要我们去模仿的 第二个 模仿写作手法 每篇文章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的写作手法肯定有不同的 比如说 安萨腰谷中 他就用了排笔 反复比喻等修制手法 描写黄土高原上 人们打腰谷式的成劲 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 还有他的结尾处 他以动称劲的写法 耳畔是一身描远的机体 这时候 我们走在了 幽深的山谷中 山谷和安静 那我们如何去表达这份静呢 我们何不去防写 他的写作手法 以动称劲 我们有一句诗 鸟鸣三更雍 我们可以靠用这个 耳边传来一身 清脆的鸟鸣 这个鸟鸣声 他就 蹭托出整个山谷的幽静 这写作手法 还有模仿选材 剪辑 先前时期 宋玉有一句话 金家之子 增制一分 这太长 剪制一分 这太乱 佐粉 这太白 吃猪 这太赤 这句话很适合选材剪辑 不能争 说 不能解 诗 如 朱自清的背影 在车站买局的一段 在表现主题上 就不能够 剪掉了 而且用的是 特写镜头 好 我们明确了 这三个 模仿 篇章结构 模仿 写作手法 模仿 选材剪辑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以 一篇学生习作 一起来看一看 好 在看之前呢 我们注意一下 他的防写 注意事项 一 切记照抄 二 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三 多被犯文 四 保持自己的优势 好 我们看一篇 学生习作 这是呢 仿 朱自清先生 背影的文章 我上高中以来 已经半年了 因为是技术 对家也更为挂念 最不能忘怀的 还是父亲的背影 那天秋天 父亲在小乡镇 住的房子 发生了火灾 那房子是父亲 租来 收废品 维持生计的 当天晚上 本应在县城 享受我们 难得的 出来玩的机会 却被一阵 手机铃声 搅乱了这一切 父亲的声音 颤抖着 家里 着火了 赶紧回家 到家后 大火 也被消防对灭了 剩下 能看到的是 被烧得 发黑的楼房 地面上都是 混着灰烬的脏水 空气中 慢着赤鼻的气味 遍地狼静 让我们心都睡了一地 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父亲呆滞地看着这一切 裤腿上 溅满了泥水 他到处走动着 摸摸这 看看那 我知道 这些虽然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也是他一天天拼死拼活 劳动的成果 对他来说 也尤为重要 房子毁坏太严重 房东要求父亲买下来 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需要他养 这么大一笔钱 怎么可能说拿就拿出来呢 父亲原本精神挺拔的背影也搭了了下来 他向亲戚 向朋友到处低声下气的借钱 那时的背影充满了苦涩和心酸 父亲拼命赚钱 熬过了那段时间 他改行了 收入是多了些 但比以前更累 需要每天在太阳下跑来跑去 本身父亲就是个胖子 现在被晒成了黑胖子 他日日东奔西走 喝酒应酬 陪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随着我的慢慢长大 父亲在慢慢变老 转眼间 我也成了一名高中生 我扎着马尾便 跑进了校园 他说 当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 那时候我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 因为家不在县城 所以我只能记住 去学校的前一天 父亲和我一起准备要带走的东西 他硬着沉默 看得出来他舍不得我 越长大 你就离爸妈越远 你在学校一个人 一定要处着小心 要什么尽管打电话 我给你送去 好了吧 我都这么大了 又是一阵沉默不语 第二天 父亲送我去学校 在寝室楼下 父亲说 你别动 我来班 他一个人扛起了所有 穿着已经泛白的黑布鞋 还有已经穿了好几年的外套 艰难的爬上楼 几次试图帮他都被阻止了 累了 他就已在墙上休息一下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眼泪根本止不住了 我赶紧试干泪 生怕他回头看到我哭 打完后 我跟着父亲一起下楼 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爸 你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男人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放心 他走了 看得出来 他正微微抽气 留给我一个背影 没再回头 父亲的青丝 已被染白了几丝 人记得他的风华阵貌 人记得他的四岁年光阴 他的背影是他的青春 给我留下的散文诗 好 这是一篇学生喜作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讲到模仿他的篇章结构 文章开头 他就对我们 朱志欣先生背影了 模仿的非常成功 大家能核对一下 先点出了 最不能忘怀的还是父亲的背影 然后中间就写了几件事情 来表现父亲的背影 结尾处也是防写 朱志欣先生背影的结尾 所以这个开头中间结尾 模仿的非常好 第二个要模仿的是他的写作手法 在我们这篇文章里面的第二段 他对场景描写 就是火灾后的场景描写 写得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句话 他用的也非常好 让我们的心都碎了一地 这句话呢 他用来是表达 自己家里着火后 家人的难过的心情 但他并没有说 我伤心 我难过呀 他就用这句话 直接说出了 难过的情感 所以他就把抽象的情感呢 具体化了 心都碎了 表现一份 难过的情感的 好 这就描了他的写作手法 那么还有模仿选材剪辑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的选材也有 第一个 他就是家里着火了 这很像 朱志欣先生背影里面的 祖母的去世 父亲的父贤 给家里带来了祸不单行的日子 而这里面 家里着火了 烧了很多东西 让家里呢 也身处困境 还有父亲四处去借钱 凑钱 他把笔墨呢 特写的镜头给了呢 父亲送我去上学 帮我搬东西 到寝室的那个镜头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面 有着对父亲 穿着的描写 泛白的黑布鞋 穿了好几年的外套 还有动词 爬 还有乙 在我们朱志欣先生背影里面 也有几个动词 是描绘父亲去买局的艰难过程的 这里呢 绑造的非常好 好 我们通过前面知识的讲解 以及学生习作的范文 我们明确了防写 要防写哪些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下课堂练习 大家认识阅读 下面一段文字 防写一段 新兴冠状肺炎 疫情解除后 人们的表现 这段文字呢 是社系里面的 我很想去看戏 结果呢 没传了 我很难过 后来 有小伙伴呢 他就发现 有船了 而且 双喜 向祖母呢 外祖母打了包票 让我能够去看戏了 这一次是心情呢 非常的高兴 所以他这样说 我的很重的心 会轻松了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 说不出的大 一出门 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 驳着一只白棚的航船 大家跳下船 双喜 拔前高 阿发 拔后高 年幼的都陪我 坐在舱中 脚大的 就在船位 母亲送出来 吩咐 要小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 点开船 在桥上一颗 退后几尺 只有上前 出了桥 于是 架起两只鲁 一只两人 一离一换 有说笑的 有嚷的 夹着潺潺的 船头积水的声音 在左右都是 碧绿的 斗脉田地的河流中 飞帆 进向赵武庄 前进了 这是呢 我能够去看戏 那种喜悦的心情 那份高兴的心情 他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 他主要通过一些动词 看到 点 磕 后面直接写的 有说笑的 有嚷的 还有飞一般 进向赵装前进了 这都表现一份 高兴的心情 我们都知道 心情冠状肺炎 让我们 都待在家里 感觉到很憋闷 都很想出去 都盼望着 心情冠状肺炎 疫情 赶快解除 真的 那天来了 人们会有怎样的表现 大家呢 充分的 发挥一下 自己的想象 好 来思考一下 好 想好了吗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篇范文 好消息 好消息 心情冠状肺炎 疫情解除了 大家可以正常上学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很重的心 火轻松了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 说不出的大 好 读在这里 我们发现 这里面是直接 套用了 文章里面的 一出门 便忘记村口 有很多人 他是一出门 就看见呢 活着一只白捧的航船 他就忙着拆除路风 张大爷拿走树枝 李大叔忙着拔木桩 村里的小孩 都忙着收拾学习用品 还没完成作业的 在加班 看到大家这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动词 拆除 拿走 拔 收拾 当然这里给加班 打了双引号 是还没完成作业的 在干时间 这些动词 是不是都表达了 人们的喜悦心情 还有母亲出来喊我的时候 我看见隔壁的赵叔叔 已经打着电瓶车 脚在地上 一点 手上油门一拉 就上前 出了家门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 出了赵叔叔的动作 一点 在地上一点 还有油门一拉 是不是 都表现 赵叔叔那本 喜悦的心情呢 接着 王大爷 钱大叔 孙阿姨 于大姐 等等 一个个都雀跃而出 有说笑的 有嚷的 加着呼呼的 耳旁的风声 在宽阔的百元楼上 乐乐闹闹的 向城里而去 那么这个疫情解除了 大家都高兴了 都城里逛街去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 练习 安塞腰谷中 用了排比 反复比喻等 袖着手把 描写黄土高原上 人们打腰骨式的场景 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 是选择文中的一个片段 模仿其中的修持手把 描写一个场景 200字左右 这个对大家应该不难 好 小小提示 可以写校园舞的情境 可以写元宵节的五龙灯的场景 学着运用文中的修持手把 句式等 注意一下词语的运用 尽量做到整确生动 好 老师把图片展示给大家 这就是安塞腰谷里面的 好 这里呢 是五龙灯的 看到 安塞腰谷是一锤起来 就发狠了 忘情了 没命了 百十个鞋背降骨的后生 如百十块被强振 不断击起的石头 狂舞在你面前 咒语一样 是急促的骨铁 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书 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 火花一样是闪射的铜人 豆腐一样是常见的风姿 写得多么有气势 黄土高原上 包吹一场多么壮阔 多么豪放 多么火烈的舞蹈啊 安塞腰谷 那大家可以放到这个 来写一写这个五龙灯 看一下 他一舞起来 就怎么样了 好 大家可以去写 先吧 我没跟你看 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看 下好之后呢 可以给自己的父母看一看 也可以自己展示一下 给你自己的老师看一看 通过微信啊 下了没有 这个呢留给大家的客户 去把它完成 同学们学习防写 要根据内容和表达的需要 选择和确定具体的防写点 看你想防写什么 找到那个防写点 然后再想想自己怎样去模仿 防点的写法 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借鉴一下 像我们前面的立文当中 盼望着盼望着 他后面也是盼望着盼望着 可以借鉴 当然防写只是一个写着 入门的途径之一 只要真正把文章写好 除了懂得怎样防写 还应学会变通和创新 要记得要变通创新 像我们开课前的两首诗 郭木洛先生 他就变通创新了 表达了不一样的主题 好 作业 除了完成防写安塞腰骨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整体防写训练 这个提示 大家要看一看 围绕中心组织材料 作用细节描写 运用合理的表达方式和修制手法 我们一起学习了防写 掌握了防写的基本知识 希望对大家的作文有所帮助 要想让防写真正成为 我们的协助帮手 大家还要多看经典文章 从中习取